我叫五毒 我叫三毒 贪嗔痴 我加两个贪嗔痴慢疑 五毒 你有这个五毒啊 外头有什么 这个这个细菌感染 你就很容易就得病 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 外面病毒再严重感染不了你 你不会感染 所以叫免疫力 你不会 不会有啊 严重的瘟疫灾区 你进去的时候没事 那道理就在此地 佛说 一切乏从心相生 整个宇宙的变化 与我们的心相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 我们一个人 如果思想纯真 心态良好 你就会健康长寿 你什么病都不会生 那疾病从哪里来的了 佛所讲的跟中医讲的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 是你的心态出生问题了 佛法里面讲 三度 贪嗔痴 这是 所有一些疾病的根源 你心里都有这三样东西 你本身就有这个病的因 那我常常讲的 加两个 傲慢 怀疑 对于 圣贤的怀疑 对于自己的怀疑 我叫五毒 我叫三毒 贪嗔痴 我加两个 贪嗔痴 慢疑 五毒 你有这个五毒啊 外头有什么 这个 这个细菌感染 你就很容易 就得病 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 慢疑 外面病毒再严重 感染不了你 你不会感染 所以叫免疫力 你不会 不会有啊 严重的瘟疫灾区 你进去的时候没事 那道理就在此地 有这个五毒 如果你还要有五种语言 哎呦 那你这个 你这个感染呢 就非常容易 这五种病语言是什么呢 是 怨恨 你有怨气 你有恨 你有烦恼 怨恨 恼怒烦 这是云 你得病的云 有阴 有缘 你怎么会不长病吗 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 我把五毒放下 我把这五种 不良的心态也放下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我没有怨 也没有恨 瞬间 不齐 贪念 逆境 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自己的 亲近平等 你就不病不生了 纵然有了病了 不需要治疗 自己会好 为什么 我们想得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 细胞在分析都是原子粒子 这些原子粒子带了病 那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五毒 你才感染的 把这细胞变成病毒的细胞 如果你觉悟了 明白了 你把这些烦恼吸气放下 那个带病的细胞 立刻它就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 不就是健康了吗 中国中医治病 那个理论是很高深的 外国人不知道 这个病能够治好的时候 七分 靠心态 医药只能用三分 心态好的时候 这三分药都不需要用 如果你的心态不好 你常常有忧虑 常常有烦恼 常常有贪嗔痴吗 那这个病就很难治好 再好的一生 对你诉说无词了 懂得这些道理 养生之道 自己可以不病 自己可以 虽然年岁一天 年年增长 与健康一点损害没有 也不容易老化了 这算心态好 这是佛法带给我们 现前的真实利益 中年以上的人 大家都着重在健康了 健康靠什么保健品 那是假的 那些东西都很可怕 他有负责用在里头 那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是你的心态 调整心态 断卧修善 所以素食是最好的 养生之道 我学佛 不到半年 我就采取素食 我这不是迷信 因为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在学校读书 中学读书的时候 在南京 我的家乡是安徽 我一个人在南京 住在同学家里 新城 耳洞城 成智 以后他学医 我住在他家里面 好像住了两个学期 一年 他们的家庭 是多元化 他的祖母 是念佛的 家里有个小佛堂 念佛烧香的 他的妈妈是基督教徒 爸爸是回教徒 所以我在这里住了一年的时候 对于基督教跟这个 伊斯兰教啊 懂得了一些 常常听他们老人来讲 而且我很喜欢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时候 讲武功武典 武典就是 儒家的武伦 所以中国的伊斯兰呢 跟中国传统文化 已经融合成一片了 非常温和 以后我在国外 印尼 爪哇 那一派的伊斯兰教 是正和传过去的 所以他带着有中国文化的 迪运在里头 非常温和 正和是佛教徒 他的老板 永乐皇帝 那时候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他要皈依佛教 所以他也传伊斯兰教 那么在印尼 苏文达纳的那一支 那是从中东传过来的 就比较强悍 跟爪哇不一样 所以这个南洋啊 这一代受正和的影响很大 这是我们一直到现在 六百年了都能看到这些效果 我那个时候就懂得 伊斯兰教的饮食 它比一般要讲究多了 我们一般人只懂得卫生 生是身体 饮食 保卫自己的身体 的卫生 伊斯兰教不但懂得卫生 他懂得卫性 性情 我们的性情温柔 与饮食有关系 所以凡是性情不好的 动之物 他不都不吃 我那一年的时候懂得这么一个道理 以后一接触佛法 佛法才速食 他讲三个 他不但懂得卫性 还懂得卫心 心说慈悲心 所以他佛家的饮食 他卫生 卫心 卫心 这是个很圆满的养生之道 我一接触 我就接受了 我素食到今年59年了 明年就一家死了 健康啊 一生不生病 我参加许多次顾忌会议 参加会议 是人家问我最多的 就是问我发誓 你用什么方法养生 我告诉他 素食 清静心 我们有别的养生之道 只是素食 清静心 尽量回避 外面的染污 物质的染污 精神的染污 尽量回避 天天清静 古圣 这个就是 我天天生活的状况 那么他看 他们大家看到我身体好 都很羡慕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为人 说法嘛 他虽然不懂佛教 也不想学 学佛 看到我身体好 希望跟我学习 我就教他这一招 非常有效 那么最大的呢 这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建立一个 修行的道场 基罗世界 这个世界 非常的圆满 这部经里面 就是介绍 西方基罗世界 介绍他的历史 介绍他的状况 生活状况 介绍那边的教学 成功 那当然是 最好的方法 是移民到 西方基罗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在那个地方 得到 鼻尽常乐处 菩提是鼻尽常乐处 注意要记住 菩提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觉悟 真正的觉悟 是鼻尽常乐处 那么翻过来 迷而不觉 那是真正的 常苦啊 这六道轮回 就是迷惑颠倒 造成的 是一场悟梦啊 觉悟了 你就醒过来了 若不令一切众生 得鼻尽常乐者 则唯一 菩提们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对一切众生 自己得到了 不帮助别人得到 这个是跟菩提相违背了 我们自己得到了 那就有义务 帮助一切众生都得到 啊 我们自己 向往极乐世界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得帮助一切众生 统统到极乐世界去 啊 在那个地方 跟真的环境不一样了 那个地方的人 化身 不是胎身 所以 没有生苦 啊 那个地方的人 无量手 啊 这个无量手 我们今天懂得 你的心态 保持在一定的正常 身体不会起变化 啊 那就叫金刚不坏身 金刚不坏身 一点都不稀奇啊 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 有理论的一句 啊 只要你能够做到 不起先不动力 不分别不执着 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细胞 它就不会改变 永远保持着正常 啊 如果你也有烦恼 那就不行了 那它就起变化了 啊 其他人有贪身吃 那变化就太大了 啊 所以不起先不动力 永远保持正常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 啊 阿弥陀佛加持你 天天在那里指导 教导你 啊 你不会起身动力 啊 把这个宇宙 形形色色 啊 形象离死因果 都给你讲透了 你都明白了 你再不会起身动力了 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啊 啊 那是一个好的 这些教师啊 不知道语言 他就先万化 这个语言是什么呢 一年动 我们今天叫波动 啊 极其威胁的 这一年波动 这个波动 没有阴点 从这个波动之后 就有阴就有苦 只有第一个 所以叫无尸无名 啊 这个东西没有阴 啊 你要去追究 这阴的话的时候 你就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啊 那你完 你就是越迷越深了 那就错了 他第一个洞 没有阴 所以 佛讲的很好 啊 为什么没有阴呢 无时没有开始吧 啊 无时当然 他就没有灭了 有时就有中了 他没有时了 啊 所以这一句话的时候 已经把意思说破了 没有 没有时 你就别问了 你就别去想他了 不可思议 你一想 啊 一说就错了 不要错哪去了 这话说得真好啊 这是言语的善巧 七心论上讲的 本就本有啊 不就本无啊 不就是阿赖耶 是忘心 不就本无 本就本有 啊 啊 我们应用 我们应用波动 啊 极其威胁的 这应用波动 这个波动 没有音的 从这个波动之后 就有音 就有苦 只有第一个 所以叫无时无名 啊 这个东西 没有音 啊 你要去追究 这音的话的时候 你就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啊 那女娃 那就是越迷越深了 那就错了 她第一个洞 没有音 所以 佛讲得很好 啊 为什么没有音呢 无时 没有开始 啊 啊 无时 当然它就没有音乐 有时就有终 它没有时 所以这一句话的时候 已经把意思说破了 没有没有时 你就别问了 你就别去想它了 不可思议 你也想 一说就错了 不要错 哪里去了 这话说的真好啊 这是言语的善巧 能报上的 本来报上的 就是能大师 第三句话里面所说的 啊 何其自信 本自居足 啊 就这个意思 啊 他这里说 一切祝福功德法 啊 就是《华言经》里面讲的 智慧 德项 我们在这个晋题里面 智慧是大臣 德是无量寿 相是庄严 全在晋题上 晋题上 那极乐世界 所现的呢 修正出现 这为一切道士 阿弥陀佛 修正 修正出现 我们看他 无界的修行 他修成了 极乐世界 修正出现 极乐世界 还是从心向神的 真有啊 不是假的 欧业大师 他有一个外号 叫西游道人 西是西方 意思是西方真有啊 他给大家做证明 西方真有 这西游道人 阿弥陀佛 修正出现了 出现西方极乐世界了 他就成为 一切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大众的 道士了 道士就是佛 指导大众 修行正果 在极乐世界 修行 还是一级一级 向上提升 可是他速度快 不像在 他方世界 修行的时间 很长 为什么 障碍太多了 障碍太多了 修行的环境不好 寿命断粗 还没有成功 寿命到了 再转世再来 至少要耽误 十几年 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耽误就是退转 要大幅度的退转 西方极乐世界人 没有生死 无量寿火 而且 他的时间 可以说 分分秒秒 他都不浪费 都不空过 这是阿弥陀佛 本月微神加持 他念念都在进步 这种环境 修学环境 到哪里去找啊 社方佛刹里头 没有啊 若归本 这是密淫土 什么叫密 不是秘密 秘密不可告人 那不见得是好事 佛法的密实现 神秘 离太神了 离根寺 都非常神妙 也是庄严呢 这个密通 西方极乐世界 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广说 一切祝福的 十报 专言图 都是密淫图 简别 他跟 社法界不一样 社法界的土 没有他那样坚固 他永远没有再变 他永远没有再变 那他是怎么成就的 我们要记住 菩提心 成就的 那我们再把这话 重复说一遍 大家就印象深刻了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诚 自卑 你能把这十个字都做到了 那你就修正出现 一下子到死 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 为什么 你自己是阿弥陀佛 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 密淫图就是极乐世界 神 金刚不坏神 珍宝 图是医宝 无比的壮严 西方极乐是想切宝 陈旧的 齐不是苏词 代表圆满 齐怎么说呢 东南西北上下中 是这个意思 圆满的意思 换一句话说 无量 无边 珍宝 所臣 那是什么 坚定的信心 成就的 我们这个世间中生 迷失了自信 现在众生心 什么心最重呢 疑心最重 所以全都送散掉了 麻烦就来了 对什么都怀疑 这个事情是真麻烦 不是假麻烦 什么都怀疑 这个 最严重的 是对于圣教的怀疑 对祖宗的教会的怀疑 这是中国言语所谓的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祖宗爱护后人 不骗你 佛菩萨爱护众生 也不会欺骗你 那你不相信 你就没有福报了 这个山整个崩下来 山上面那一层 那个树木还在 当中这个土 突然崩塌下来了 这从前没过的现象 没见过 这在佛法讲是什么因 我们的心一行不善 感到大地松了 摇晃不定 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现在想想 有几个人心在定中 心都不定 可以说是心慌意乱 现在社会一般大众 都是这样的 没有安全感 其教底 菩提心意云 菩提之心 臣佛之本 大众因缘 莫过于此 这是六字 是说菩提心的重要 菩提是繁育 繁成中国意思是缺 菩提之心 缺心 就是 经题里面讲的 清净平等 缺 我常常跟主委报告 也提醒大家 清净心是阿罗汉 平等 平等心是菩萨 决心是佛 佛就无了 就从哪里来的 就从平等来的 平等是三昧 直接就能得清净心 因节得定 定是三昧 得三昧 平等心 心 定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就开悟了 绝世开悟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它是成福的根本 大似因缘 莫过于此 就说明 我们学佛 学佛是一大似因缘 为什么呢 回归自信 众生迷失了自信 所以堕落在十八戒 堕落在六大轮回 其心动念 因与造主 于信得完全违背了 是受苦受难 从大臣教义里面来说 灾难从哪来的 不善的信心 为什么 学到这么多年了 各位心里都相当明了了 一切发从心向神 坚定的善心 善愿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就变成 坚实的大地 不会有灾难 不会有地震 不会有土石流 我们在前天 看到一个信息 我还看到 这个照片 好像是在台湾发生的 山崩 这个山整个崩下来 山上面那一层 那个树木 还在 当中这个图 突然崩塌下来了 这从前没过的现象 没见过 这在佛法讲是什么因 我们的心形不善 感到大地松了 摇晃不定 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现在想想 有几个人心在定中 心都不定了 可以说是心慌意乱了 现在社会一般大众 都是这样的 没有安全感 不像从前人 从前人心定的 他定在哪里 定在能力道德 因为以前教育 他从杂根教育 他就叫这个 叫你定在小题 定在无人 定在无常 定在四为八德 一生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待人接物 他都有个常规 他不约这个规 这心是定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心不定了 没有安全感 所以大地也松了 大地也不定了 这次大神教里 讲得通 如果我们不能够 认真学习 神仙教育 把心定下来 这个事情 会常常发现 会越来越多 这麻烦大了 防不胜防 你看这两年 这个地震的频率 比过去 比过去多得太多了 在整个世界来讲 每个月 都会有好几次 不定在哪个地方 频率越来越多 灾害越来越严重 记住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佛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我们先想什么 要常常想着祖宗的教会 伦理道德 常常想着 佛的教会 佛教我们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把心定在 极乐世界 把心定在 阿弥陀佛 我们的心定了 山好大地 就供估了 就不会出问题了 所以要定在 发菩提心 真诚心 我们还做不到 为什么呢 做到了 你就超越舍法界了 你成佛了 可是 我们要非常认真去学习 清净心 平等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 前面讲得很好 这个 这个 网上论你跟我讲的 学无人 清净心 知道哪些东西是人物 我们远离人物 要记住 自私自利 是人物 明文立扬 是人物 无欲六成的享受 是人物 贪嗔吃慢 是人物 人物多了 太多太多 你要有慧言 你看得清楚 能分辨明了 语言里 一些人物 我清净心 找你 就回来了 得到清净心之后 再进一步 修平等心 平等心从哪里学起 从谦卑学起 我不说谦虚 谦卑 年年天主教 玫瑰经里头 第一段 教人学圣母 玛利亚的谦卑 在中国 离记第一句话 去离月 无不尽 离 离记里面讲的 离的精神是什么 自卑而尊人 自己谦卑尊重别人 这是离 离的根本 决定没有功高磨慢 功高磨慢 感应的是什么 地震 那我们就晓得 我们能够自卑而尊人 的话 我们居住这个地方 不会发生地震 我们要相信佛了 是佛说的 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相信 决定不怀疑 他就产生效果 如果你要是跟一般人的见识 佛是迷信的 没有科学根据 那就麻烦大了 那灾难现前 你怎么办 那都不相信 大家晓得 在这个社会上用真诚心很吃亏 别人都骗你 你不骗人 那你要救不到 别人骗我 我也骗他 别人搞六道 我也搞六道 别人搞三土 我也搞三土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想脱离三土 脱离受法界 那你就学佛菩萨 搞真的 不搞假的了 这点很重要 这是叫觉悟 你一年觉了 所以我们求佛会 一定要发菩提心 我们现在心不诚实 这我们明白了 真的是不真诚 我们要学佛陀 学法神菩萨 我们用真心 我们用诚意 现在就要开始 不能等待呀 等待就完了 就在当下 我除世待人皆无 生活工作 都用真诚心 那大家晓得 在这个社会上 用真诚心很吃亏呀 别人都骗你 你不骗人 那你要觉悟到 别人骗我 我也骗他 别人搞六道 我也搞六道 别人搞三土 我也搞三土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想脱离三土 脱离舍法界 那你就学佛 佛菩萨搞真的 不搞假的了 这点很重要 这是叫觉悟啊 你一年觉了 不再随波逐流了 这六道苦海啊 不干了 用真诚心 真诚心的自受用 是清净心 确实不再染污了 这要功夫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间 特别是现前的社会 五欲六成都在诱惑你 财色明实睡 样样都在诱惑你 你能不为所动 你才得清净心 你要为他所动摇了 清净心 马上就失掉了 那清净心 菩提就不通了 这条路就不通了 那清净心啊 这条路就通了 得清净心之后 还要能再进一步 得平等心 平等是佛心啊 设法界里就就佛了 佛心啊 再往上提升一步 就真佛了 那不是假佛了 菩提心就长通 就达到了 就圆满了 由此刻之 平等心是最接近菩提心的 你看我们这个经体 清净平等 下面就是诀 平等才能诀 不平等不会诀 那要把我们傲慢稀奇 彻底拔除 才会平等了 从这个地方 你就能明白了 为什么求谦卑 我为什么要对人谦卑 对一切众生谦卑 原来是通菩提心的 我那一丝丝 浇漫的习习 都是菩提心的障碍 不通 你说谦卑对谁有好处 对自己有大利益了 不是对别人的 那是让我们长通菩提心的 你这问题都重要 通达菩提心 就从谦卑做起 对人谦卑 对一切动物谦卑 蚊虫蚂蚁的谦卑 我们都称蚂蚁菩萨 温虫菩萨 从内心里就有恭敬心 对他 他有感受 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 学了还原观 知道 一夜微尘 一夜矛端 用现在的科学的术语来说 一夜细胞 一夜粒子 基本粒子 都是设想 行受时 无运 所限的 换一句话说 他有体积 很小 我们肉眼看不见 他有受想行识 这个东西 就啥来 他能够变现万法 一切万法 都是这基本粒子组成的 有科学家说 这些基本的粒子 是一种振动的现象 没错 确实振动的现象 一年不觉是波动 他从波动出来的 讲得一点都不错 波动呢 波动就没有了 那 无运就没有了 所以波动 所以波动 所以波动现象 照进无运接口 那个无运 我们现在知道了 那是基本粒子 比细胞还小 那真能通道呢 父母所生生 苏正大学位 这两句话说 一生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只要你用菩提心 你决定能证得 尽踪这个法门 保证你一生成就 这个不够思议 所以真正修行 真功夫 就是在生活上 不再齐心动念 在工作 在待人接物 释出世间 一切法里头 不齐心 不动念 这就成佛了 圆满了 这一点做不到 不齐心 不动念做不到 太难了 那不是普通人 佛法里面讲 上上根人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出的实现 在中国唐代 惠能纳斯 也给我们做了个表演 上上上根人 中下根人呢 烦恼吸其重 无实戒 所熏秀来的 那我们遇到的原因 这个就是 善道大师讲的 这一个人 一生当中 修行能不能成就 他说了一句话 说得很好 总在与语言不同 语言是机会 你要遇到 很好的机缘 你这一生 能定就 能回得了头来 遇到圣教 遇到大臣 遇到净土 约约 遇到好的善知识 是老师 好的善友 同学 遇到好的修学环境 这个针 真不容易 那这些你都遇到了 你这一生 肯定成就 预言具足 善根具足 福德具足 善根是 能信 能解 那福德是 真干 那你就是 俗正 大学位了 业余所为 爬得高 点得重 爬到 飞翔飞飞 显天 死了以后 这我们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一般呢 都是 度 阿比 对 那 为什么 他信心 动摇了 他是 误以为 飞翔飞飞翔天 就是 祝福 所证的 大半天 他在那个境界 以为是自己 真的 大半天 不生 不灭 到定功 失调的时候 金山家 他的寿命 也就是他定功 八万大截 八万大截到的时候 他定会失调 失调的时候 他就想来 这从前 诸佛菩萨骗过了 震到这个大涅槃 就不生不灭了 为什么 我现在烦恼 起信心 这一念 就造阿比 地狱 罪业 毁谤 神仙 谤佛 谤佛 谤神 这个罪业 就多地狱 你说多可怕 他不知道 错在自己 他把错 过错 退到三宝了 那去 再看底下 又 诸金之王 华阴尽云 望色菩提心 修诸善法 使命 母业 这话 已经是 我们念过的 我们修行 把菩提心 忘掉了 真会忘掉吗 真会 甚至 你在学习经教 你在讲台上 讲经说法 菩提心都失掉了 怎么失掉呢 不是真诚性的 还架杂着 明文理 还架杂着 自私自利 菩提心忘掉了 忘得干干净净净了 那我再换一句话说 还有妄想分别之处 菩提心没有了 那是六道众生心 那是轮回心 轮回心讲经 也是轮回业 不过它是轮回业里面的善业 将来果报在三善道 出不了六道众生 这就是摩业了 所以修一切善法 修佛法 都叫摩业 就是六道的佛宝 你修到四界天 修到五四界天 还是不行 五四界天寿命静了 还往下堕落 业余所谓 爬得高 点得重 爬到飞翔飞飞翔天 死了以后 这我们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般呢 都是度阿比地 为什么 他信心动摇了 他误以为 飞翔飞飞翔天 就是祝福 所证得的大半年盘 他在那个境界 以为是自己真的大半年盘 不生不灭了 到定功 失调的时候 经上讲 他的寿命 也就是他定功 八万大劫 八万大劫到的时候 他定会失调 失调的时候 他就想来 这从前诸佛菩萨骗我了 震到这个大涅槃 就不生不灭了 为什么我现在烦恼 起先行 这一念 就造阿比地 罪业 毁谤 神仙 谤佛 谤法 谤神 这个罪业 就多地 你说多可怕 他不知道错在自己 他把错 过错 退到三宝了 那去了 发行之药 不可言语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元小四等 在前面说过的 以发菩提行为正音 念佛为助音 欧业大师在药节里面 取的是这个意思 欧业大师 住密套经药节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之有 你看 正念 念佛 功夫的前身 是往生 极乐之后 品位的高下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 品位高下的时候 是在你念佛功夫 欧业大师讲的 也就是元小四 他们这个意思 我国善导 林芝 于日 日本敬宗住家 在以 持名为真心 发行为助心 这是 所以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祖师大的 他们看法不一样 他们认为 这些认为 持名念佛 这是真心 发菩提心 是助心 正助要双修 有正没有助 不能成功 有助没有正 也不能成功 所以 莲池大师 就把他会合了 那 莲池大师 在《弥陶经》 苏超里面 后会之约 还以 持名为真心 负以 持名为 发菩提心 真正 持名 就是发菩提心 为什么 这里有道理 持名念到一心不乱 不就是菩提心吗 持名没有到一心不乱 那不是菩提心 这个主要知道 菩提心是 清净心 是平等心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吃 念 心里都是阿弥陀佛 口里是阿弥陀佛 把其他东西全放下了 这就菩提心 那 如果我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他东西没放下 架杂在里面 这就不是菩提 过说 过有理 莲池大师 他把他回通了 这就是 一及一切 一切皆宜 不二法门 菩提心跟持名是一 不是二 真持名念佛 确实 他是圆满的菩提心 否则 他往生 怎么可能 有那么好的位相 欲知实志 走得很潇洒 很自在 菩提心的 是 莲池大师 苏朝里的人 持 你安家 而后悔其也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阿 感谢观看